好 中間 謝謝 右手邊下方 謝謝 左邊哪邊 好 左邊上面 好 左手邊上方 我就是不會去把這個東西放在身上 其實這樣子是對的 我要專心在我的生活上 我不可能無時無刻都在想這些有的沒的 我還是要過我的生活 我還是要上班 我還是要工作 我還是要 這才是生活的目的跟重點 不是一直不停的試著要去通靈 其中有人說 我現在覺得 對 旁邊有飄飄 所以我們就停拍吧 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 好像這個方法子 其實 我後來有練習 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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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人就是要生活嘛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鬼 就是你還是要工作 你還是要上班 你還是要這些 所有這些 所以 這才是最大的目 因為 就小小盆那種 什麼三盆一百那種 我就是買了好幾盆 然後 因為一次就是三盆一百 就很划算啊 我就 對 然後我就有放廁所一個小盆 但是他很快就死了 非常快 其他幾盆都還在我客廳好好的 而且我看到艾草死的那一刻 我超害怕的 我後來就說 因為我朋友說 艾草死的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幫你打 他沒有 因為你沒有教話 我也啊 對啊 還是他不喜歡熱氣 他只是 他只是 是有可能啊 對啊 對啊 恭喜啊 就是 我就是當下 我是真的覺得我小子被搶劫 就是我 我在戲 我在做兒夢 那場戲可以講嗎 喔 就是我躺著在做 我在做兒夢 然後老師 就是要拍的其實是夢裡的一個 對 然後我就是這樣 腳就是這樣 然後就默默的有一隻黑手 而且他們有就是做特別的化妝 然後他手上黏了一些很黑 然後很黏又很亮的東西 就是滑的 然後 對 我不能說是誰 對 然後他就這樣默默的 然後先開始碰我 這樣 碰 碰 然後就開始 死命的伸進去 然後這樣 喔 隨時即扣的那種感覺 他的手 喔 而且我的腳趾 對 手扣腳這樣子 我的腳趾是 我的 我的腳 我的腳趾就是很撐不開的那一種 哈哈 腳痛 腳痛 他好像這樣轉這樣 對 所以然後老師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不太 就是 老師要那種 扣住 然後再幫你拉 第一次老師就說 沒關係 然後因為 那位演員就說 可是 可是韻文的腳趾 真的 比較窄 哈哈 哈哈 真的好像搶劫 我好像在幫大家下表題 你就 你就 對 你就做你的表演 然後當下老師就說 韻文你不可以出聲音喔 因為那時候他們要收一點 就是他那個 蛤的那個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他們只有拍我的腳 好癢喔 好癢喔 不癢會痛 因為 你要把腳撐開 他要把 不是 感覺像是那個大型伺候 他是這樣子 因為我腳真的很窄 如果有看過 我想把頭髮斜 如果有看過 你不要啊 你就知道了 他剛才想這樣講 就是我的腳趾 真的 一般人不是可以把腳這樣 擦開嗎 當下還有工作人員就是 示範給我看 怎麼樣把腳 擦開 但是後來我們溝通後 就發現我的腳 真的是不太擦得開 然後老師就說 沒關係 你就是 硬插 我們自己去 不要這樣子